首先要關心中華職棒的消息 一年一度的歡樂慶典紅白明星賽是今晚開打了 而有別以往的分隊方式 白隊是以速度為主 面對力量型的紅隊 結果白隊理所當然的在跑壘大賽是輕鬆獲勝了 那至於正規比賽呢 兩隊上演了投手戰 力量紅隊最終以2比1景顯獲勝 而且呢 這場比賽只花了2小時又8分鐘 是終止時尚第二塊的明星賽 明星賽開打前 跑壘大賽先暖場 白隊本來就以速度為主 加上紅隊又發生兩次掉棒 白隊輕鬆應戰 最後一名跑者余德龍 甚至等到對方接棒才一快衝刺 最終白隊小勝紅隊1秒 用體重來分隊 同隊好友就有機會過招 一局上周四級從紅隊先發陳鴻恩手中 敲出這支深遠二壘安打 幫助白隊掀斥折點 不過二局下力量隊立刻還以顏色 明志勝一棒送出去 這就飛到最後一排 被外野球迷接個正招 大師兄用陽春炮替紅隊開張 將比分追逼 投手車輪戰是明星賽慣例 雙方平手後 接下來的四局只有零星安打 紅白兩隊輪流上演美技守備 不只幫了投手大忙 也給球迷五星級享受 三立神盼定Auto 紅隊外野手陳子豪這支長傳 沒有彈跳直接進隊友手套 抓到了白隊快腿詹智瑤 而高國輝這支借外球 白隊三個人都追過去 結果是由林瑋恩衝出來揭殺 比賽來到七局下 紅隊掌握攻勢 即使白隊故意保送許雞鴻 但是下一棒林昏森很爭氣 敲出中外野方向一臉安打 打回抽前分 最終紅隊是以2比1顯身白隊 比賽時間只花了2小時08分 是中支明星賽史上第二塊 球迷可能比賽還看不過癮 但是四肢啦啦隊同場亮相 把握時間輪流接力 展現親和力跟活力 讓粉絲大飽眼福 感受一年一度的棒球嘉年華 UTN TV 楊玉昕 綜合報導